今天好吃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熱稿76166 復仇者聯盟大樓 或者是復仇聯盟大樓防衛之戰 又叫復仇者大樓 基本上就是這個套組 套組本身出現的人樓 有鋼鐵人董尼斯塔克 黑寡婦 然後兩個鋼鐵裝 然後跟兩個超智能機構的探員 然後後還有所謂的斯塔克大樓 那個A的標誌 然後後 好多人後 組裝完成品是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組裝要有點時間 因為它我記得還蠻多包的 我有點忘記我組裝多久 然後 從哪邊開始先介紹勒 先介紹大樓本身好了 它大樓本身其實 還蠻多巧思的 然後它可以打開 它可以打開成這樣子 攤開啊 當然也可以合起來 合起來後大樓本身是一個有點類似那種透明建築的 從後面來看 可以看到裡面這邊都是透明的啊 一二三 總共五層樓 最底下是一個類似全息投影機 或者是 我不確定是全息投影機 還是那個 復仇者聯盟裡面有 電影版復仇者3 4裡面有出現 配件是那麼 這個所謂的PS的搖砍器 然後頂樓啊 基本上這樣 然後上面是一個電塔的部分 然後轉一圈 然後這邊有個A 這邊這樣子 然後這邊另外一面的話則是 監獄 跟這個則是放上鋼鐵人的兩個 所謂的那個鋼鐵人的那個展示區啊 然後最底下則是所謂的那個 副手指檸檬的那種空中 摩托車 是這樣子 的 區域啊 基本上大樓就這樣子 然後大樓的最頂樓這個門是可以直接開的 這個黑色部分因為本人沒有貼貼紙啊 其實那個部分是應該算是一個電視啊 然後再來就是 監獄的部分 它其實是可以往上推的 然後除了往上推以外 它的 另外一面 這邊注意看這邊有一個 這算什麼 機構啊 你只要撥洞 有點難撥 往下撥 它就可以把 兩片這個 所謂的窗戶都打開啊 然後就可以讓 裡面的角色桃獄啊 然後裡面設定這個玻璃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讓那個 關押黑 那個不是黑寡婦 關押那個 紅骷髏的啊 所以基本上那超能超智能機構的兩個探員應該是為了搶紅骷髏的 而來這邊啊 然後窗戶這個部分 它其實 上面兩層 下面那個是一個機構 然後下面這兩個 只是可以直接攤開啊 下面這兩層可以直接攤開 像這樣 這個攤開其實我覺得它應該不算攤開啊 但它 設計就是可以攤開 那就算它是可以攤開 唉唷 到了 打開 這個有點難開 這樣子 上下兩層可以攤開啊 像 可以鋼鐵人的裝備 可以這樣直接飛出去 下面的 空中摩托車 也可以這樣飛出去啊 合起來 然後攤開這樣子啊 然後按道理講 這邊其實是可以放上那個 零 空 那個叫什麼 無限寶石的空間啊 它有給兩個零件啊 它給的分別是紫色跟藍色的寶石啊 應該是空間寶石跟力量寶石啊 它有給這樣一個寶石啊 然後可以組裝在這裡 然後也可以套在無限手套上啊 看你個人要怎麼組裝啊 然後底部的全息投影 這 這個應該是全息投影啊 可是也有人說那個是所謂的量子力學 我個人就不是很確定啊 那基本上 底部就這樣子啊 然後斯塔克大樓算是一個 蠻常出現的一個場景啊 從復仇者1電影裡面就出現 然後後面就有各式各樣的昇華 然後就可以合起來 然後武器庫的部分其實蠻多的啊 鷹眼的眼鏡 然後 手電筒 然後 這個我不確定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把步槍啊 可是武器的部分還蠻豐富 然後也可以合起來 像這樣子 那再來就開始介紹 人偶的部分啊 人偶的部分應該相信大家 對人偶也比較有興趣啊 基本上 我覺得買樂高 售集人偶是一個樂趣 然後他這個系列有附一個 這一個 那個樂高拆解器啊 先介紹黑寡婦 黑寡婦部分塗裝是這樣子 塗裝就是一個黑色蠻經典的 然後他的 武器 正常來講都是給兩把棍子啊 他這一把是給兩把雙槍啊 還不錯 我個人是蠻喜歡雙槍的 側面比較少數的就是 這邊還有一個那個 這應該是神盾局的標誌 還是他的標誌啊 他的右肩這邊有那個他的標誌 這左右兩側都有啊 因為一般來講 樂高很容易就是 手臂沒有塗裝 這一組的樂高的 黑寡婦塗裝是有的 頭髮拿掉 是雙面頭 一個是微笑的臉 一個算是應該在生氣的臉 雙面頭 頭髮裝回去 然後再來是 鋼鐵人的部分啊 東尼斯達克 他附的零件 除了雙手可以射擊武器 還有一個這個就是 加速噴射用的那個噴射零件啊 底部這樣子 他可以拿掉 然後手部移的 你拿掉先好了 前面的塗裝是這樣子 後面塗裝是這樣子 臉拿掉後 臉有兩種臉啊 一種是顯影器 顯影的臉 另外一種是沒有的 那如果你不讓他戴頭盔 他其實有附頭髮的零件給你啊 像這樣子 紙顯影上的臉 感覺有點怪怪 臉散藍光 後面這樣子 這個頭應該算是 我個人覺得算蠻成功的一個 臉的頭 這就是東尼的臉 這是東尼的臉 底部 爬掉 這樣子一個零件 然後再來是兩個超智能機構的人偶啊 附的武器是一個是拿槍啊 另外一個只是有點類似套索的零件啊 這應該不是攻擊用 槍是這個樣子 槍是不是裝反啊 你這槍是不是有裝反 對呀 槍拿反 這樣才是啊 然後塗裝是這樣子 塗裝的話兩個好像都一樣啊 就給大家看啊 一樣是單面頭啊 好像超智能機構是單面頭 有點可惜啊 臉上是帶一個類似防毒面具的東西啊 像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紅骷髏啊 紅骷髏給的 武器是一把槍 可是我不太懂他槍設計是 這樣這樣這樣子拿 然後 武器 是這個樣子 直接可以設計類似榴彈的武器啊 還不錯 然後紅骷髏是單面頭啊 正面塗裝這樣子 後面塗裝這樣子啊 這個武器上設計很微妙耶 這是他的武器而已 他不是裝在腿上 你只是本身都喜歡 然後再來是兩個鋼鐵人的塗裝啊 兩個鋼鐵人 先介紹這一個啊 這一個附的零件 除了腳上的以外 他好像類似一種雷電效果的配件 然後頭拿掉 裡面是個透明的啊 基本上是那種 透明的頭部 後面塗裝這樣子啊 這一組應該就不用 鋼鐵人這幾組應該就不用給他看 後面塗裝這樣 然後這一組是少數有肩甲的鋼鐵人 就是有一個可以 頭部 肩部的這一個 零件的鋼鐵人 後面塗裝這樣子 前面塗裝這樣子 前面塗裝這樣子 它的能力 最算是發射電波啊 然後核心反應爐是藍色的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個鋼鐵人啊 這個塗裝的 這個塗裝的鋼鐵人 我個人是覺得蠻帥的啊 是一個火焰的造型啊 手臂是紅的啊 然後腳部有火焰的造型 前面塗裝這樣子 後面 基本上就等於是下半身紅的 身體跟頭盔是灰色的啊 其他地方是紅的啊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 戰爭機器 然後後來才發現它也是鋼鐵人啊 然後附的零件 就是手臂兩個特效 跟腳部兩個噴射特效 頭拿掉一樣是透明的啦 這個系列總計有 等於算是有 7個人偶啊 以樂高來講算是大組的啊 然後再來就介紹貼紙的部分啊 貼紙的部分主要是甲板 然後跟兩個空中 摩托車的貼紙 另外這個就是 剛剛本人有介紹過在那個 頂樓休息室那邊 它的電視 用的貼紙啊 它貼紙有兩個啊 分別是 在播電視的新聞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 打電動時所顯示的畫面啊 這是 美國隊長對上紅骷髏用的畫面啊 還蠻有趣的啊 另外就是一個 算是透明的 這是鷹眼打電話來的畫面啊 另外這兩個我就看不出來這是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 它有介紹說 我知道這什麼 這好像是類似它的那個 能源啊 它那個能源叫什麼能源 就安插在 最底部的部分有個能源啊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有愛的朋友 這組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還蠻好 尋找這一組的啦 還不錯的一個套組 樂高76166啊 復仇者大樓防衛戰啊